中华财经台 中华财经台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各位 今天台北股市可以看到早上一开门在这边震荡的时候 你看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得到大盘量它直接先缩下来 来这边 大盘量先缩下来 那你看我今天面对这个盘事 感觉上也知道 我早上在友台的节目就跟大家预告过了 昨天虽然美国大穷那边是做一个跟欧洲一样 受到OECD组织 讲说调战全球的经济预测下压下来 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 我跟大家报告过了 本周美国的经济数据在第二季这边 它一定都是利多 我要再跟各位强调一次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了 因为上个礼拜 道琼他在上档15542那边出现一个比较长的上影线 那个长的上影线要一局马上做客服 他一定要经过震荡的调整 各位有没有 是道琼 很多人前几天我印象中看一些特殊性的一些解盘 重点都要讲道琼 好像那天看到黑黑棒以后 来 各位来 看这边 大家都讲说道琼要大跌 我不跟各位谈这个 我说道琼的部分经济数据中长多的趋势 越军线都要下面做助长 越军线扣理在低档 全球都一样 你不要期待这种走法会有大跌的可能性 所以上影线下影线涵盖了压力跟支撑 区间的游走 但是各位 当你今天早上看到昨天的道琼压下来 你还在担心的时候 你没有发现如果你早一步的掌握到 昨天的非诚半导体 一样是压低以后拉高 你就会得到个训绍 非诚半导体的上阳力市长 确定台湾的IC相关的上下游 他就会成为今天大凡震荡的重点 他的生力军 他的一个多帮的依靠在哪里 就是IC族群 很标准 有没有各位 今天这大阪很标准 所以台北股市今天的一个部分 我个人的研判跟你讲了很清楚 早上一开盘跟你讲了 这震荡一定有所依靠 所以量说震荡下来 一定要记住我说的 我跟大家强调过好几次了 因为整个国际的景色在多头 我跟各位预告过8439这波的高点 它绝对不会是高点 它绝对还会有高点 各位我强调这件事情你要记住 为什么我大胆跟各位说 纵使在昨天美国压下来 昨天美国压下来 新闻就讲了 经济的升温引爆公债卖压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这件事情我早就跟你预告 你一定会看到市场 看到美国公债的殖利率拉升 日本的债券的殖利率拉升 印尼的殖利率拉升 马来西亚的殖利率拉升 哪里的殖利率拉升 你看到这些消息以后 你说你不怕那还真奇怪 我跟各位讲过了 你一定会遇到这个情形 但是你不要把这个利空当作是真的 因为债券殖利率拉升 并不是因为像大家所讲的一样 贝的可能缩减QE的规模 我在投资讲座上连去无偿的时间 都跟大家特别的叮咛 第一个为什么贝的不会去缩减QE的规模 第二个你一定会遇到的利空 有没有 今才礼拜几 有没有这个利空就开始来了 但是我跟你预告过 你不要把这个当成是利空 因为债券殖利率拉升 背后隐含的债券的价格是有人一直在出债券 为什么每一次只要 现在的国际股市 只要大普的震荡 反而债券殖利率就拉升 因为市场的景气 是弥漫很强势的多方的讯息 所以债券的持有的人 他一定会赶紧把债券除掉 去股市里面利用震荡下来找机会 各位所以你不用担心股市没有资金 就拿一个最简单的 当时黄金在跌的时候 我是跟大家强调 你要记得黄金再跌就代表没有通膨问题 没有通膨问题股市的资金就一直进来 各位后来有没有国际股市跟台股大涨一波 到现在还是在这个规格当中 到现在这个结构里面还没有变 所以 来各位 我简单地讲 这一波来到8439 它绝对不是我们的目标 因为这个大盘用小底的格局来算一个基本该有的满足幅度 各位这基本该有的满足最小测量满足点它一定会来 所以8439绝对不是高点 这是我用技术很简单的 一般教科书都有写的 你去好好看一下你就知道 那最小基本满足幅度 你可以去留意这个中长多的事实 所以我还是提醒大家 尊重趋势吧 好不好 不要看一个大盘的震荡 哎哟 国际盘跌这个震荡好像又要去看不好 或者要去放空什么股票 你要小心 现在放空股票 你会有一个事情会很辛苦 因为紧接着 你等到6月7月 这个相关的除全息之前 一些空荡回补的部分 你又要辛苦了 我先提醒你 那你不要放着说有很多低基期的股票 真的有很多低基股票 我一直跟你强调 我看到电子股的理由 我跟大家强调 操作策略一定要压低基期 高层檔电子股 现在市场都风靡 现在市场都要流行这件事 慢慢的一些做金融股的 也拉来做电子股了 之前讲传产股不错的 讲生机股不错 现在开始留意一些低档 低价的低基期的电子股 有没有 各位 国市都预告在前面 不止如此 还记得吧 我本月送给大家的福禄寿三标股 里头有一档 你都知道它非常的凶悍 它叫彩晶 但是有一档在今天的部分 我昨天在晚上的节目特别告诉大家 五三五一的预创 我跟各位拿月K线来看 告诉大家月K线 第一档出大量 然后走出月K线连六红 月K线连三红就已经是中州确立了 月K线连六红代表什么是 长多确立 昨天各位预告最快五月 最慢六月亏转赢 今天的预创 不好意思哦 很巧了 新闻就写出来 四月要转赢 四月已经有再转赢了 第二季确定赚钱 各位这是新闻写的 但是我的部分 我在孤有的时候都会稍微保守一点 但既然新闻面写出来 所以当已经一步小时看到预创的部分 一步小时就涨停板 各位 我所讲的福禄桌三标股是一直提醒你 你要好好的抱着哦 不要因为一个涨停 就有赚到钱要赶快走 或者说 有一些像我讲福禄桌三标股 财经如果说那时候给你 股价我印象中只有在九块十块那里而已 你如果说在十块多的时候 你就看了涨停十一块就先走 那拍谁 后面彩晶这几天的时间一步小星 今天一步小星就创高了 最高价已经来到有十五块八 各位 那你就错过很多赚大钱的机会 那我跟你讲重点哦 为什么我这一波我在上个礼拜 投资讲座还是告诉大家 什么样的股票要复制彩晶模式 各位有没有 来 预创如果四月能够转赢 不就跟当时彩晶 第一季转亏为赢 转亏为赢后获利胜过群创 我将彩晶要跟群创比较 彩晶一路的喷出去 那现在预创的部分 它不一样 它不单单有办法在第二季转赢 而且你要特别记住 它是IC设计的股票 这IC设计的股票的特色哪里 来先看这里就好 这边有特别讲到 由于英特尔的Housewell 以及超微的Richland的处理器的平台 首度支援非接触式手势控制的功能 预创已经与英特尔跟超微的合作 推出ESP870半晶片 以及3D深度影像感测的模组平台Eco-Eyes 抢进笔电及平台等手势控制的装置市场 各位你看到这个 你会觉得说 哎哟 老师 有这个体感控制的晶片也没什么了不起啊 对 是没什么了不起 有很多公司可能都做 但是预创不一样 它所做的是全球第一颗 全球领先市场独步的第一颗 整合了体感控制的单晶片 它把其他IC设计该具有的不管是体感或者是USB3.0 或者是传输的装置全部整合在一个粘晶片里面 各位这个价值 这颗IC的价值弥足珍贵 所以为什么今天预创 在一不小心报纸新闻讲的四月转移呢 我个人是认为最快五月最慢六月 也没差 反正转移以后你看的时候爆发力嘛 为什么一不小心报纸这样子出来新闻 它股价都冲上去了 但是你有没有办法理先把握到 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你有没有理先把握到 你一定有 因为福州三标股给大家的部分 我们都提前给你预告的 恭喜你 不过各位来 今天讲到这里 我相信今天台北股市在震荡过程里面 很多人对盘还是没有信心 你会没有信心是因为你可能有些高级期的股票 你还在那里越往下震越来越低 但是我所讲的低级股票 如果你手中握有王牌彩晶 你握有王牌预创 握有当时我讲的王牌界面 包含到智慧手机的龙头 陆陆续续这一波一直在创高的像可成功大电 我请问你 你会担心这大盘的震荡吗 而且当今天 虽然你看到国际股市的压回 拍谁 今天细品 消息师讲细品大局扩产 感觉上大家可能会认为应该去充斥细品 那我个人是认为细品 股本比较大 是没什么好充斥的 你要看的重点是什么 来 这边 行情在跌的时候 你要虎视眈眈一些关键性的讯息 像林文博解释 林文博董事长讲说 今年半导体主要的成长来自中国白牌智慧型手机 和平板电脑持续快速成长 这些产品所用的晶片都要求轻薄短小 需要较高阶的封装跟测试的设备 他研判今年是高阶封测产能将功不应求 这也是细品上修今年资本支出的关键 各位 如果你看到这样的新闻 你想要去看好细品 我可以接受 但是你更要看好什么 记得了 连林文博董事长都出来 跟着张中文董事长讲的一模一样 今年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你一定要相信张中文董事长讲的话 智慧手机跟平板电脑 现在林文博董事长也出来讲智慧手机跟平板电脑 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 我紧抓这个区块 就是当今天大凡在震荡的时候 昨天宏达店 回档五天洗盘 我一直跟各位想要 宏达店每一次的回档都是为了创新高而做准备 昨天我大胆的告诉大家 这洗盘的部分明天必谈 很标准的 来 今天你有看到什么新闻 今天宏达店第二季出货 姬黄的部分上汉五百万支 好 我想针对这一点里头 我当然写了一堆外资的一些看法 我要跟各位报告 我对外资的看法来说的话 我并不会拿它是我的研判依据 其实外资的看法各位你可以参考就好 因为外资有的时候 他在看一档股票的时候 他都会先给你写后面的一些事情 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这样子 真正的关键宏达店 现在并不是说像外资讲的一样 一定马上看M4的机种的推出 或者看第二代蝴蝶机等等的一个理由 最重要关键在哪里 我再跟你讲一次 我看的重点就是周明执行长法座会上讲的 五月一个expension 我看的就是这个重点 我也绝对相信他讲的话 所以当宏达店机房发威第二季出货伤害五百万支的时候 我一点都不意外 但是各位你要自己去算喔 如果机房发威伤害五百万支 代给宏达店营收是多少 现在外资都还只有在看那个预估的七百亿 你认为那七百亿是你的重点吗 绝对不是 所以宏达店为什么在今天大阪震荡的时候 他依然还是挺住他的身段 为什么 因为我跟大家讲过了 一旦五月营收 开始出现明显的充斥的时候 很多人绝对是来不及 所以我请各位大胆地迎接主生段的股票 你吸收再吸收 不只是宏达店 我想可诚 为什么可以从5月24号当天开始 就告诉大家 很多人都说可诚黑K棒连山黑 要大跌 就像当时小摩说可诚不好 要大跌的道理是一样 讲的人永远都是那几个 都一模一样 但是呢 24号当天 在大盘大跌161点过后 隔天又压下来的时候 我怎么告诉各位的 K线合成 等于十字反软下影线 来之后必谈 来可诚 有没有谈 谈得不打紧 28号当天我来告诉大家 整理八天 只要突破最高收盘价 将再挑战新高 各位来 昨天的可诚 再涨上去 但昨天可能涨上去有实质的意义 意义在哪里 第一个 有没有已经开始跟我预告的吻合了 第二个 MSCI调高权重将生效 为什么最近 反而很多人认为可诚要大跌的时候 外资 陆陆续续一直在买超 融资再做退场 因为可诚 他MSCI调高权重 外资会赶在六月份 一路的买超上去 因为权重生效 他必须要回补够的实股 另外 小经济新核 我昨天再跟大家强调一次了 六月三号上市 这个利润有多少 其实讲的这些 都是可诚近期 股价上涨 基本该具备的利多 但是各位啊 我可诚从告诉大家 这个141.5的缺口 不会补就不会补 大家已经隔了多久了 你会发现这一段时间 我从头到尾没有跳来跳去 我也没有像其他人讲的一样 有的人我知道 市场有些人好厉害 最好期待张老师 我有办法 一支可诚 130块以下跟你讲 到了这一波160几块 有办法 30块的空间 帮你赚60块的利润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不是神 我也不会做那种 跟你在那边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 我实实在在做多少 做多少 我是所以能够带到可诚 能够抓到可诚 给你这这么一波 一路坚持上的利润 而且到现在 我认为还没有走完 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如果我针对宏达店 你会去TC1的第一个主要的供应商可乘 这么看重的话 你就知道我对宏达店 你会去TC1的出货的掌握度有多高 这就是我一路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今年这么看好 这两档低基期高成长的智慧型手机龙头股 恭喜你 我相信你在这一波 应该到目前为止整个波段 我们不管是中高价的可诚红达店 或者是中低价的 这些像我讲的一些福利兽三标股也好 你一档一档 你都开始把财富再累积起来了 有的时候速度会比较快 那就要看你在什么时间来 我可以大盘告诉各位 反而当大盘在震荡的时候 我会请各位 你应该要把你的心放大 放大一点 把你的格局放大一点 每一次大盘多方震荡下来的时候 应该就是你的机会 我不是每一次都是利用大盘在跌 在压回的时候 去把握我们要进场的股票吗 如果你认同我这样的操作 请你务必利用今天广告中的电话 跟我们做个联系 好 等一下再回来 有更加点告诉你 想偷情一下 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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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了啦 情不自禁怕也生他 灯了灯了 沐浴如 顾的头顾张老师年终大规划 五星六旺七八台 精选主流股六月六旺 让您顺利又大赚 年终首度推出六六优惠专案 抢载起跑转到宝宝 报名专线02-2579-1155 02-2579-1155 陶庭 永思思 美国进口原料 最新peace 认证通过 会退休 会只听 思思解痛 加强定 顾的头顾张老师年终大规划 五星六旺七发财 精选主流股六月六旺 让您顺利又大赚 年终首度推出六六优惠专案 抢载起跑转到宝宝 报名专线02-2579-1155 02-2579-1155 陶庭 永思思 美国进口原料 最新peace 认证通过 会退休 会只听 思思解痛 加强定 顾的头顾张老师年终大规划 五星六旺七发财 精选主流股六月六旺 让您顺利又大赚 年终首度推出六六优惠专案 抢载起跑转到宝宝 报名专线02-2579-1155 02-2579-1155 Cut d in 6 nausea roots key moj 每天小 olvides 干coat 抢车 nutrition 喝起跑轻止 干 fought tak 干没ати 速处好遍 hhh 快搞 带 最及时的股市讯息 最专业的投资分析 最顶尖的股市名师 都在顾德投顾新闻网站及手机APP 关键字搜寻顾德依投顾 第一手资讯尽在顾德 免费服务热线 02-2579-1155 2579-1155 甜点时刻 喝双剑茶王 油腻甜腻双双 我喜欢它的技术温馨 线图自行多清除 它的筹码分析 让我知道哪一支股票大户拼命买 它的基本面完整老实都在用 家庭主妇也能赚大钱哦 他们都是用轰天雷赚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各位投资朋友 你会发现得到啦 当每一次多方的市场大盘在震荡的时候 唯一能够具有支撑力 而且越走越强的就是未来的主流 永远都是这样子 那未来主流在哪里 我跟大家其实这一波一直跟你强调 智慧手机跟平板电脑 我想智慧手机的宏达电可乘 我讲得够清楚了 我还是希望大家 你不要忘了 今年智慧手机跟低价平板电脑 成长力道有多强 好 紧接着 我想低价平板电脑 再跟各位再提醒一次 我跟大家讲过了 界面彩晶的部分 应该是属于7到8寸 平板电脑有7到8寸 也有9寸以上 但是界面彩晶应该是属于7到8寸 大幅成长之下 你最该看中的 群创你要看好也可以 但是明白在眼前 彩晶有给你一个相当重要的比价的一个事实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执着在 像是可能有的人是因为 要执着在某些股票上面 我必须强调 要买就买最强的 要做就做最强的 就这么简单而已 当然啦 这个低级期的族群当中 你可以看得到 不知不觉当中 低价平板电脑概念股 张中博董事长讲好 张中博董事长讲好 李昆博董事长也讲好 那不知不觉这些股票 当然啦 我之前说过也讲过了 我并不期待 我们手中的股票 一定要天天一直喷涨停板 有的时候会 刚刚好 运气好 可能一不小心喷涨停 我连续性的喷出 但是市场 已经知道它必须要比价的事实 所以整个买气引爆起来 所以啊 该卡位 卡好位以后 何时再继续的加码作用 这是你在操作上 最重要要注重的 这里我相信 震荡下来的部分 我还是要告诉你 继续的去好好把握机会 而且各位啊 DG奇的干领股里面 不是只有低价平板电脑跟智慧手机 我再跟你讲一次 昨天我讲的是太阳能的部分 为什么茂迪这一波涨上来 市场很多人都说 他都只有做这一段很快乐 我懂 但是呢 茂迪震荡下来 我要解的重点在哪里 再告诉大家 这一波茂迪空单都增加在这里啊 昨天大盘震荡下来 他能震荡下来的时候 你说茂迪他没有给你空单成本有的补 我一直跟你强调 你空单的你要小心 不要因为看太阳人好像之前没有业绩 或者三五七后新日光 各位也是一样啊 都看他好像没有业绩 觉得涨了一段应该要空 你这样子的做法 你空单 你到最后你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因为这些股票 他并不叫高级期的族群 他是低级期的 他现在震荡的时候是涨了一段休息 等到后面数据营收的力都再出来的时候 你一定又受不了了 所以空方的人你要谨记我讲这句话 投资朋友 当然大盘在多方结构的时候 我真的不建议你过度的看空 但是如果你 会懂得去看一些股票不好 那为什么不去思考 我一直跟你强调 大盘这边的震荡 后面量还没有到天量的时候 你宁可找多的机会嘛 那你多的机会你把谁筛选掉就好了 你把高级期股票筛选掉就好了 什么叫高级期的 我再强调一次 在股价上面已经涨幅超过一年了 涨幅超过一年 涨势超过一年了 那叫高级期 我一再跟大家提醒的股票很多了 算了现在盘中不要跟你讲 你自己心里有数就好 因为每次我讲一些股票 要是不好的话 可能有的人受不了 不愉快 但如果你想知道 哪些是高级期的 我请你 记得 我们公司的电话随时还你 不过拉回来讲 我相信 其实高级期没什么特别需要 跟你讲太多 因为你只要看到 我所告诉大家低级期的个股 机会非常多 我就像可乘 这一段时间 其实我们不要说130块以下 我告诉各位大胆要看好 就拿140块150块这边来讲就好 很多人还是认为可乘很不好 但是我一再跟大家强调 2474的可乘 投资朋友们 你有没有发现 你把时间拉长一点来看 它过去 去年的时候 可乘5、6月在哪里 现在位置在哪里 这一整年 它是低级期慢慢的串上来 2498的宏达店 不也是一样在低级期的范围之内吗 对不对 有很多相较 不要以为高价股 大力光好不容易冲到千元了 然后高价股就 所有股票 就全部都一块冲 各位不是这样子 还是低级期 最后再跟大家提醒一次 你今年这一波要赚到最大利润 就是低级期 高成长电子股 它将会步入五星六望七八财 五星已经走了一个阶段了 本月份恭喜大家 我们五星抓到的股票 通通都获利上来 下个月还有六望跟七八财部分 欢迎你务必要赶紧做好卡位的动作 我讲过了给我一个时间 你给我一个时间 我带着各位 我坚持今年一定要再利用景气多头的年代 带你换房子换车的时分 我一定要达到 当然 我也知道很多人很关心的 为什么我强调你主持络团股票 要洗粥还是洗粥 因为未来目标价 记得 你不知道部分 我知道 跟着我 绝对满足你要的 祝大家操作顺利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物理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资付投资贡献 公司与所推荐 566洗法乳 添加女王风乳 让秀法向女王般 呼 亮 柔 顺 566洗法乳 566 顾得头顾张老师年终大规划 五星六望七发财 精选主流股六月六望 让你顺利又大赚 严重首度推出66优惠专案 抢载起跑赚到宝宝 报名专线0225791155 0225791155 顾得头顾张老师年终大规划 五星六望七发财 精选主流股六月六望 让你顺利又大赚 严重首度推出66优惠专案 抢载起跑赚到宝宝 报名专线0225791155 0225791155 抢载起跑赚到宝宝 抢载起跑赚到宝宝 超大台面 完美无缝不藏够 凯撒一体磁盆 凯撒未遇 顾得头顾张老师年终大规划